各位師兄 歡迎收看中午TV 彩馬片 今次培魯順防節又來了 今次換了人 因為Tony哥上次吃了阿斐一頓早餐 現在請了法國賭神 今次同樣是三隻場次 五、六、七場 他選了三隻馬是紫色的 然後阿斐選擇的其他馬匹 一會兒看看攻擊他 我給法國賭神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順便說自己的highlight Hello 大家好 你喜歡哪隻馬 第五場你喜歡的馬是 第五場我喜歡的馬是飛人旗 為甚麼會選這隻馬呢 因為我覺得看回上次的戰績 潘頓騎這隻飛人旗是特別的 而且騎泥肖聲的馬是比較薄殺的 再加上他上次的追勢 我覺得是挺欣賞挺有的 所以我就會追回這隻 難得他今次出賽了 第六場那隻呢 就是天池貴俠 我自己本身個人 是比較喜歡這個喜偉心的 再加上同情的對手 在這裏都沒有甚麼 跟他有得比賽的 我自己覺得 頂盡就是那隻月豐雲 但是月豐雲 我始終覺得他 去到這些位置是未必贏得到 最多都是PACE 所以我就會選一個天池貴俠 到第七場 小霸王不用說了 上次贏得掉了 周俊樂人和馬都騎到有信心 今次上去這裏三班 都是這樣騎 我覺得都是 就算拋不掉 都是贏了半個馬位左右 所以我會選小霸王 這樣嗎 第五場 八角早晨 就要了飛行棋 同樣 一千萬賽事 短途馬 我們要一隻 就是天份高 因為甚麼飛馬太重 我覺得天份高 去馬機會大 那隻飛行棋 就是5.6倍 或者7.5倍 頭關我的十號仔 天份高和對比 就是六號仔飛行棋 第六場 又要了天池怪俠 我發覺 由於高中來了 這隻的當年程 由於上年那幾次 中日禮期的時候 一隻馬 四歲馬的人 賠率幾十倍 八百多倍 到現在上次是7.7倍 到今次是5.3倍 我覺得甚麼飛筋 所以我拿一隻 5.5倍 5.3倍 就對到這隻 千次怪俠 第一場 難忘 全世界都覺得小霸王 最厲害 這場我反而覺得 年年歡呼 何疾瑤 不磅抹防壓 肯定力量 原因是因為這隻馬 現在八點二倍 因為轉了倉 上一次 上一次 那時候 如果是1200米初試 輸了兩個多萬位 這次同樣都是 何疾瑤 配上五檔 內檔 所以我覺得 八點二倍 現在年年歡呼 最主要 我另外一隻 叫做甚麼 叫做 銀進 最主要是銀進 他騎開騎熟 其實今晚那個 叫做 同程 發覺他贏馬 或者入三甲 特別多 他都不騎銀進 他扔過來 就幫吳鵬子 騎了一隻年年歡呼 所以我覺得第七場 年年歡呼 可能有機會 應該輸 應該輸 因為你1.9倍 我8.2倍 但我也表達一下 拿一隻二號的年年歡呼 和你對賭 但我想說 我也挺肯定 另外五場的飛行棋 到時臨場 下飛一定不得 5.6倍 一定下飛 起碼到三倍 四、三倍 另外第二場 說回當然情 上一次這麼遠 其實大家都知道 漁人節時 哥哥 已經是跳樓 所以大家都是支持飛 所以那次的飛是不能當準則的 另外你買了一條 OCCO想說 阿斌的投資策略 錯了 所以整天賭錢 賭馬都輸馬 應該怎樣買 如果是六環彩的情況下 六環彩 如果自己一個人買 我建議每關至少兩隻 不穩的關次 你就可以選三隻 其實這樣選法 都不是很犯本 如果你兩隻的話 每一關兩隻 一二八 其實都可以足夠 因為為什麼 你只是跑第二 你都有個安慰獎 六環彩 而你看回這麼多次 過往的成績 六環彩其實都不是真的夠不好分 除了有一次 因為金鑽貴人那次的賽日 那是誇張的 六保才得到七百多元 所以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投資策略 每關兩隻 去買六環彩 那你可否說一說 你這條六環彩的票 好啊 那我稍後就說給你們看 我這次怎樣買 但你突然聽見 In Sir好像對六號的飛行企 有些意見 贏硬 贏硬 你只知道是贏硬 贏硬 我最有信心就是賣 肯定是贏不了 沒有對手 為甚麼呢 你喜歡哪一隻 我喜歡是天文膏 因為什麼比賽重 輸硬 輸硬 非常起贏硬 非常起 超額型號 死了 是吧 好的 就這樣 現在是五六七場了 三盤兩勝 看形勢應該輸硬 但不要緊 最重要 賠了送還錢 最重要是開心 同樣最重要是驚喜 我認為短途一籤的賽事 因為會爆冷機會大 所以 重複一次 第五場 八角島神六號 阿斐十號 第六場 爆冷就是爆超額 全一營購 全一營購 如果要爆爆超額 好 天Sir特別深水 能夠拿黃色的 如果要爆 如果要爆 非常起零 非常起零 好 如果要爆一隻 再爆超額 然後 第六場 我就要了當年情 然後法國神二號 持續胃口 第七場 就是法國神六號的小白王 阿斐十號 是年年歡呼的 多謝各位師兄的收看 中老TV 賠盧送飯 就是這樣 拜拜 今天營多些 賠盧送飯特別環節 大家會覺得是法國賭神大勝阿肥 還是阿肥霸懶挑機成功 可以不再輸早餐或者午餐 究竟聽日誰請食早餐呢 中老速報員小馬再次同大家交代兩位 中老對賭的馬匹分別是 第五場賽事 法國賭神要六號的飛行棋 阿肥要十號的天份高 第六場賽事 法國賭神要二號的天池怪盒 阿肥要三號的當年情 第七場賽事 法國賭神要六號大熱的小霸王 阿肥要五彭至馬房出奇招的二號的年年歡呼 大家支持哪個呢 看完片記得點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